就帶您來關注立法院 國民黨團連續杯葛行政院長蘇貞昌失真報告 12次之後呢 今天蘇貞昌在民進黨立委強勢清場護衛 這下是最後順利進入一場 不過國民黨團準備了手套 甚至搬來了一桶 朱內臟潑灑在發言台前面 引爆了藍綠立委激烈的衝突 只看到行政院長蘇貞昌在民進黨立委包圍下 走上報告台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手一伸麥克風被拆掉了 現在要進行施政報告 國民黨立委先後進攻報告台 潑水推擠 這時候國民黨立委陳引信 一個箭步拿一塊豬肝放到台上 接下來是滿滿一桶 沒有窗截防護裝備 民進黨立委王美慧也不管了 拿到什麼丟什麼 連續兩回合的珠長公事 大家好 當全世界已有超過六千萬人 確診五萬會員 製造蘇貞昌在民進黨立委 雨衣 手板保護下 撤到後方 換手持麥克風 持續報告 引爆第二波衝突 正常生活 這臺灣真是亂世中的湖地 不講理 幾年前 中國共產黨把我列為頭號戰亂 但我國際經貿的網路聯絡 將近二十分鐘的藍綠肢體衝突 為了就是拒絕讓蘇貞昌再次被杯葛 民進黨立委連續首頁 國民黨立委手套準備好 讓國會殿堂再次變得混亂 華視新聞超齡宣東前 黃昭聖台北報導